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微塑膠污染已經遍佈各大海洋 這些介乎0.1微米和5毫米的微塑膠 還會吸收海上的有害物質 經海洋生物進入食物鏈 對海洋生物和人類的健康 構成非常大的潛在風險 但是PolyU的Dr.Char和Dr.Fan 他們研發了一個蘸生方法 去收集這些微塑膠 解決海洋污染的問題 肉眼看不到的微塑料 就用肉眼都是看不到的 微生物去解決 對,小到你看不到 微塑膠粒小到好像某些細菌那麼小 最大都只有一粒黃豆那麼大 它們可以是由工廠生產的廢料 車胎在公路上因磨擦而散落的膠粒 塑膠產品在風化分解過程中產生的膠碎 化妝品、磨砂結面產品 化含有微膠粒成分的日用品中產生的膠粒 沒錯,你我都有份 蔡松林博士和方家希博士 以及他們的研究團隊 用了接近兩年的時間 對銅綠假丹包菌進行基因改造 藉助由微生物所形成的生物膜 在水中吸附微塑膠 從而令微塑膠不可以在水中漂浮 一段時間之後 積聚的微塑膠就會慢慢沉底 然後可以輕鬆移除 這樣就可以將細度難以過濾的微塑膠 先擒厚重 應用在污水處理廠裡 解決微塑膠經由污水排放流入大海的問題 這項研發用在海洋裡 對海洋生物和人類來說都有很大的影響 說近一點,維港 有研究發現 維多利亞港的水裡 每一粒方米就有超過一萬粒的微塑膠 推算現在香港每天 有大約48億粒的微塑膠流入大海 相等於每三天 就有一架雙層巴士重量的微塑膠流入我們維港裡 而在維港的食用魚樣本當中 也發現中等程度數量的微塑膠污染 對於我們的健康有潛在的影響 這個方法已經在概念上得到認證 接著也會在實際環境中應用 但我們有一些難題需要進一步研究 例如,如何確保基因改造的細菌不會流入自然環境 如何擴大回收微塑料過程的規模等等 所以我們會著手跟各地的專家一起研究 一起清理我們的海洋 左折微塑膠進入海洋 已經是急在微折的世界議題 而這個研究成果 還已經在2021年的 英國微生物學會網上周年大會上 得到廣泛的關注 而且還看在 《Chemical Engineering Journal》期刊中 以微生物去解決微塑膠問題 以小製大 已經可以為解決微塑膠污染這個世界性問題 走出重要性的一步 世界因為Dr.Char和Dr.Fan而有所不同